我知道臺灣世界展望會在做的很多都是以人為例子 人道的去幫助所有人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我要去悲衷 我要去看那些饑餓的小孩子 我現在沒有什麼任何預設立場 我不知道我去那邊會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會有什麼反應我都沒有辦法想像 那我知道說我可以帶去的就是希望 我希望我可以把那個 你們是有人看著你們的 有人關心你們的 你們要有希望 對未來有希望 我覺得我是可以帶這個東西來的 我看到那個畫面 就是整個評語場全部滿的 然後所有人都30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沒有吃固體的東西 沒有吃固體的 沒有吃固體的東西 沒有吃固體的東西 喝那個飲料 你們會提東西的嗎 我連4個小時都沒有進進衣服 這個是一個 就是單純為了一個相信的東西 然後去體驗它 然後它會變成一個身上的烙印 它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個事情 說它曾經30個小時沒有吃任何固體的東西 讓自己去體驗一個 另外一個世界公民 另外一個世界公民正在飢餓的感覺 這樣這個是一個 一個用相信去 一個信仰一個行為意識 其實我們都是世界的公民 那這個世界公民 世界是從自己看的角度來看的 如果你付出了 你參與了 你做這個事情 其實你比你想像的還會大 台灣比你想像的還會大 這樣子 那我覺得大家 應該要多多做這個事情 這次問的是我們的代言人 他會在現場陪大家一起搖滾 好難得集了30個活動 要搖滾來做整個的一個主軸 那天應該我也會餓30個小時 然後我還要唱歌 這個 這個 完全都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挑戰 這個很搖滾 我曾經演唱會唱一唱 然後肚子很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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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開演唱會之前 不能吃太多東西 肚子要空空 然後唱唱很餓很餓很餓 還沒下場 那個 覺得前面都貼到後面去 這是要30個小時 這個很刺激 我35萬老師應該要開始準備 好 這個活動 這次是找我來當代言人 那 因為之前這個活動的那個 做了付出很多力量 在這個活動上面 之前的人 那這次找我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不是說要去去非洲或者是那個東西 是因為很少有活動是站在於人的立場去幫助另外一個人 然後人道的立場 然後不分國界的 沒有國界的 這就是歌裡面在講的嘛 如果沒有國界的話 這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 我非常榮幸 然後我 我怕我做得不好 因為我不是一個 常常 那個很微笑的人 所以 但是你會帶來希望 也就是用那個歌聲用的Rock 那你講過 飢餓30就像是一個Rock 因為這是一個 理念的一個傳遞 那在全場 就是全台灣 超過9萬個人參加 然後在大會室的時候 3萬5千個人 聚集在一起 共同飢餓30個小時 堅持下去 我想這跟你的歌 跟你的信仰 跟你的熱誠 是完全match的 之前我看到那個報導 我就覺得很amazing 很不可思議 這麼多人 然後去做同樣一個事情 然後只是訴求一個理念這樣子 我們要跟他們 同樣的感到這個 飢餓這個事情 那這個東西是會造成 人身上的烙印 他會一輩子都記得 他做過這個事情 那他以後會影響他 很多事情的價值觀這樣子 他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飢餓 30個小時 他必須要先有認證 對 要參加 就是 我們也同時呼籲 大家可以辦自己的DIY 我們全台灣每一年 都有超過500個單位以上 在辦自己的飢餓30 然後拿到這個認證之後 就來參加我們大會室 那我也很想去體驗一下 這個是怎麼樣的情形 因為我最長 就是10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我已經受不了了 那我這次要試試看 而且還要唱歌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體驗 那我也沒有辦法想到說 我去那邊會碰到什麼情形 因為都是從畫面看到的 我真的 要人真的去現場 我覺得 我只能做說 我帶給你們 希望 讓你們看到說 有人在關心你們 有人在看著你們 這樣子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那個地方是怎麼樣 不過 我會帶什麼東西 我也現在還沒有想到 不過我想要很誠懇的 很真誠的去看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好 第二十四件雞二三十 雞二勇士大會師 高雄建國